好,我們看看這條軟組 假設 x 就是 real number 而 z 就是 x 加 8i 乘以 x 加 9i 而 z 是 purely imaginary 乘以 z 為多少 我們將它變成 standard form 拆角都乘開了 所以拆角都變成 2x² 加 9 x i 加 16 x i 加 72 i² z 就變成 2x² 這裡 i² 是負1 這裡變成負72 沒有 i 放在前面 有 i 放在後面 所以加後面就是 9x 加 16x 25x 按多個 i 了 行不行 好,然後下一步 因為 z 是 purely imaginary 所以 2x² 減 72 等於 0 而同時間 25x 不等於 0 所以便會得到 x² 就是 36 x 就是 6 或者 x 就是負6 有兩個答案 當 x 是 6 的時候 Z 就是 25x 6 按多個 i 了 為什麼呢? 因為 x 是 6 的時候 前面這個應該是 0 所以便可以立刻寫到 25x 按多個 i 了 當 x 是負6 的時候 Z 就是 25x 6 按多個 i 即是負150 個 i 了 OK 好,接下來下一步 Z 就是 4 加 5i 2,000 次方 - mi 2,0 23 次方 加 6i 2,0 21 次方 加 2 mi 2,0 24 次方 現在就說 real part 和 imaginary part 是一樣 找 m 當時牽涉到 complex number 你還是把它收拾成 standard form i 的 2020 次方 即是 1 為什麼呢? 記住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i 的 4n 次方 一定是 1 當然 n 這裡就是 positive integer 只要 i 的次方 是 4 的倍數 它就是 1 然後加 數字應該是減 減 2023 次方 即是 m 乘 i 的 3 次方 加 6i 的 1 次方 2021 我將 i 呢 2023 退做 i 的 3 次方 乘 i 的 2020 次方 就行了 同樣道理 i 的 2021 次方 就是退一個 i 乘 i 的 2020 次方 就行了 最後就加 2n 乘 1 所以 z 就會等於 4 加 5 這裡 i 三次 就是負 i 所以變成 加 m i 加 6 i 加 2n 可以嗎? 所以 z 就會變成 2n 加 9 加 m 加 6 這麼多 i 了 而題目說 real part 和 imaginary part 一樣呢? 所以就知道 2n 加 9 等於 m 加 6 ok? 所以 m 得到 就是負 3 了